G7外长峰会落幕 这次会议重点聚焦两大主题 除了关切欧洲边境的乌克兰危机 亚洲方面则是围绕在中国大陆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一结束G7峰会就转往东南亚 展开任内首度出访 第一站造访印尼 后面两站还有泰国和马来西亚 东南亚因南海议题成为中美角力新战场 布林肯选这三个国家出访 除了加强弥补与东南亚关系 也有安抚意味 拜登办的民主峰会 有超过一半东南亚国家 都被排除在名单之外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没被邀请的名单当中 包含过去跟美国外交关系匪浅的泰国 以及最近遭到美国制裁的柬埔寨 美方持续炒作抹黑 中检之间的正常交往合作 对检方威胁施压制裁 这是典型的霸权主义和霸凌行径 不过美国想巩固东南亚盟友 恐怕越来越困难 因为像是越南新加坡都想保持中立 大陆南华早报指出 各国在对中问题上 除了英国走强硬路线跟美国一致 其他国家不见得都愿意跟美国 站在同一阵线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就曾在十月的东盟峰会上 表明不希望被迫选边站 美国在印太地区 想搭起联合阵线对抗大陆 现阶段仍然至爱难行 记者张力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